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 信息一分钟的主题是眼光 我们怎么样看 决定我们想什么 决定我们如何回应 许多说这世界神弄下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看不清楚 我们如何有正确眼光 看得正确呢 天国实际的眼光 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是 上帝创造的美好 神创造时代基督里 拣选我们神看一切都甚好 在神一切的美丽中 神间给我们一切的事情 都有他美好的计划 让我们回到神创造的起点 第二个眼光是犯罪 当人犯罪之后 死亡就进入人的社会生活 而罪的根源 在于我们不听上帝的话 偏行几路 带来各样黑暗跟死亡 而耶稣基督使家爱的大能 给我们救恩的盼望 耶稣成我们的智慧公义 圣洁救赎 与神和好 与人和好 与自己和好 得着永生的祝福 这是救恩的大能 最后一个眼光 是我们看到天国的荣耀 将来我们要与主同作王 现在我们享受在地 融入在天的生活 而我们用这四个眼光 来看我们的生活 我们发现神创造的爱情 是何等的美 但当人犯罪之后 这个爱破碎了 变质了 怨言了 很多的眼泪 但在十字架爱的当中 让我们重新学习 舍己 背起十架 耶稣的爱挽回我们 而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是回应他 我们也盼望 那个天上 我们与主更美的连结 永恒的爱 并且我们思想 我们的情绪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把喜乐赐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神 用笑脸帮助我们 但当我们离开神之后 我们脸垮下来 我们开始有各种的 忧愁控告 各种的灰心沮丧压力 但也会为耶稣 值得我们信靠 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重担 交给他 耶稣也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 让我们得着在基督里头 喜乐 释放在地用在天的生活 并且我们思想我们的工作 神起初给我们一个 美丽的园子 让我们修理 看守 但当人离开神之后 工作是泪流满面 增进暴力 但在耶稣里 我们可以得着 多不去的平安 在平安中 我们重新看到 我们可以服侍神 是神给我们 极大的荣耀 愿主给我们 天国眼光 我们来祷告 救助帮助我们看到 创造之美 罪恶之祸 救恩之乐 天国之荣 奉耶稣的名 阿们